字幕提供 各位大家好 我是羊羊 今天為大家分享的是這幾天的活動 這幾天的活動的話是 主要對大象活動的話應該是 大宇宙那一個 幸運大轉盤跟5G金殼兌換 這兩個的話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其實 其實也不用多做解釋 那5G金殼的話主要的話是拿專武的部分 拿專武的部分的話這邊平均一把的話 大概我那時候算過兩把的話大概是 弱點是在兩萬 兩萬四上下 當然再仔細去計算一下 反正不會很貴 但是這已經到金殼來說的角色來說 那個角色也是算衰退很多 但是比例還是可以啦 但是比例的話可專武可不專武啦 有專武有一把專武當然是最好 好我們這一個的話就是大家再自己去斟酌 有沒有想要去拿 最主要的是這一次的 那個小恐龍的兌換活動 小恐龍都要兌換活動的話一開始是 角色應該都是用星數 星數的話你達成就有免費去送 那這幾有些的話應該很多人也沒辦法到五星 像機殼絲女應該是可以啦 空手應該也有 那這兩隻我都比較慢 順雲當時應該也是可以的 那納卡露露應該就比較少了啦 那這基本上這三隻應該大家會有到四星 到五星的應該是比較 也有比較可能 那你看納卡的話竟然也有三個 三個 五星有三個 那那一個雞女跟那一個空手的話都只有兩個 因為他們是比較早一點點的 好這個就大概看過就好 再來就是這一個 這個是儲值的啦 儲值的話這就是有儲值才有用啦 好這一個1800春節時裝 他有送時裝這一個 等於儲值1890 10賺的話 等於是我們除以1.5 除以1.5 所以萬一等於要除以1300 1300的話 你就可以在額外拿一個 嚴客的時裝 春節限定的 可是春節限定的這個時裝的話 我記得是加暴擊 不是加傷害 第一個 我記得電玩 電玩搖滾的才是加傷害 我們來看一下 對啊 春節限定是加 喔 春節限定才是加傷害 我記得反了 阿電玩的 我電玩是比較好看 但是電玩是加暴擊 阿這個是加傷害率 其實的話 一千 你儲值1320的話 拿 一支 一個 本來我們對當時的話 都是要8888 其實來說 是可以啦 只是就看大家有沒有想要去除 除這個拿那個嚴客的時裝 就是看大家 因為畢竟你先手也可以在額外 提 提80 對啊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 大家自己去斟酌看看 是可以 這CP值是還OK 對 阿 現充券的話 其實就 這個看大家 阿這個的話是到時是拿來兌換下面的東西 這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是6000多 阿他可以拿來兌換 那一個 機能 阿評分的話 他的機能評分是700分 但是 不是核心阿 核心獎勵內容 喔這一顆的獎勵內容吧 因為他上面是寫拿機能寶箱阿 對啊 所以的話是 所以的話是 機能的700分以上 我們 這個要兌換之後才確定知道 我們再往下看 阿這一個的話 這一個的話 就是打副本會拿到小恐龍禮包 阿小恐龍禮包的話 每天上限是30個 所以的話 你假如以今天來說5天 5天來算的話 就是150個而已 150個的話 好像還是得搭配啦 你沒有搭配 買 好像沒辦法用買的 對啊 這好像沒辦法用買的 我們就來 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每天搭配 等於5天的話 是150個 但是再加上 你這一個 本身的 本身這一個任務所送的數量 我們再看 因為他是打禮盒 所以的話 我目前是打26個 所以頂多我再加150個上去的話 我最多啦 就是我每天刷滿30個的話 最多就是176個 176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98金幣券 98金幣券 反正就是 拿來抽美食用的啦 那你這邊下面的話 我們就來看有什麼東西可以換 這一個的話都不用 這一定你要數值到6000多 才有辦法 他是拿紅機能 那這一個是 抽獎券 就是你要機能或是核心啦 但是一定都選核心啦 核心比較重要 機能的話算輔助而已 當然 後期你核心滿的話 當然就可以改 改入機能 那這一個的話 你說 萬用碎片的話 60片是也不錯啦 但是 現在來說 就看大家使用性 是哪一個 大家可以去用 不然的話 機器人就一個而已 準備他後面又看用什麼去做 去送 那一個 魂甲的代抽金 為什麼反而比較少 跟限 跟限時抽 讓我寧願拿限時抽 至少50張 這個才25張 也太坑了吧 那120個小恐龍的話 是 格鬥家二選一 那一個 四星馬卓 跟四星明天君 這一個的話 我就會比較有興趣 因為這120個的話 他可以拿到 因為我是 我明天君還沒出 所以我的話 可以去拿明天君 順便 就是順便出卡 跟開先手 這個是 對我來說比較 算是比較CP值 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就是要想辦法抽到120 的話 因為還可以刷副門拿到 所以的話其實算 還可以拿到四星角 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那這一個金河的部分的話 就看人 就看大家自己 有沒有要拿來開專武 因為畢竟那個專武 我剛才就說過了 開放到金河裡面的角色的話 基本上已經出很長一段時間了 那 削弱也會被 一定有都被 都被削啦 那目前裡面 比較值得的 應該就是比例 比例的話 畢竟現在坦還非常的坦 那現在雖然有被大地克制到 但是還沒到很嚴重 目前 因為我目前大地我打到有 比例的對手 其實也沒有說很克制到比例 比例啦 沒有那麼明顯的 被針對啦 所以是算還好 再來就是60個 60個的話 這個就還 這個CP值也蠻高 60個 跟這一個的話 LR 就是15隻隻的角色 二選一來說的話 砍半 這個門檻的話更低 所以這個大家應該是蠻容易換得到的 所以這個的話 這角色的部分有 君娜 瞬影 那一個糖葫蘆 還有 那一個摘世 沙白 空手道 這些 這邊都全15隻 但是都是舊的啦 都舊15隻 未出卡的 就是未出卡的15隻隻 你們都可以拿來從這邊出 這也算是 CP值算真的 這CP值算比較高啦 但是高在是 你還沒出卡的人 因為這些角色我也都全有了 所以這一個的話 我個人就是不考慮 這就是比較可惜的 那這個 鑽石獎抽券就不用去看了 我現在都127張 這基本上用不到啦 這基本上就用不到 我目前依我來說的話 我比較可能會去跟的 應該就是 金河 或者金河的話 可能就是到時 可以先屯著嘛 這也不會消失 這也不會清掉啦 所以的話就沒差 可以到之後 可能看到哪一個 後期吧 可以去換 或是我無聊就弄起來 不然再去湊一把 我就無聊湊一把 比例專武吧 可是比 因為我下一隻要下的 可能是馬克 所以的話 比例還是會在正上 所以比例 有一把專武也是OK啦 所以的話 就是這一個 或是LR 但是LR這隻角色的話 拿四星明天軍 還蠻有可能的 這機率性 我可能還算蠻高的啦 他這一個 像累積消費 儲值的話 這累積消費 說錯了 他有一個是 剛才是儲值的嗎 連招 烏鴉鴉 儲值這一個 儲值這一個的話 他好像是 是累積儲值 達 達這個額度 所以你 加今天一個五天好了 其實來說 OK喔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你假如儲值達計算 達計蛋的話是 450嘛 450 450拿一個 是拿十個 所以大概有三天 你三天的話 你三天就900了 你三天就900 900 你要除300 900你乘以1.5 所以的話 你就已經除了1350 所以你1350來說的話 其實 你可以搭配 你人的玩家的話 你可以來搭配拿這個實裝 因為他這個是累積的 他這個 招 對 招而無獎勵 無壓力 他這上面是寫 累積除值打指定金額可獲得超值獎勵 所以的話你看 你只要1300多 你已經達到這邊980超過了 超過的話 你1350的話 你再扣掉 1980 所以是630 你630 你630 你630再除以 3 除以1.5 所以的話 你再除420 其實你就可以再拿到這個獎勵 你有要跟雜金蛋的人來說的話 嚴客實裝的話 就等於 你也花不了多少錢 就可以拿到嚴客實裝 所以我是覺得這可以跟 這個 嚴客實裝的部分 是可以跟的 就看自己 各位的 取捨 啊 心力大轉盤的話 其實 我會個人 不建議去抽 因為 CP值其實真的是不高 但是 你雖然以 出角來說 視野低 像洛克我也沒出啊 洛克 裡面的話目前 最值得拿的 應該真的就只有 比例而已 因為比例現在還算夠坦 就是比例現在還算滿坦的 啊 洛克的話 我單純只是因為 我還沒出卡 因為我目前 我們最高戰力配的 那一個 吉卡車的話 我差洛克 跟 明天軍 我才可以全部重配 那重點是 你假如說 我就要明天軍 可以從那邊拿到 好了 我還差洛克 洛克的部分的話 我還差 滿多 還差一百多啊 我可能在 想看要不要等戰力的部分 但戰力洛克的話 應該還要滿久的啦 因為我忘記洛克跟 胖胖哪個先出了 我記得好像是在胖胖後面吧 啊胖胖都還沒開放 所以的話 就 近等加音吧 因為我是不太想花大 大轉盤上面 因為額外資源太少了 吸皮值真的是不高 你還要 普遍還是得要噴到 將近兩萬上下的賺量 所以的話 其實我是不太去建議 這一個小恐龍活動的話 就以剛才我講的 就是 你以去收集來說的話 CP值最高的 CP值最高的就是 那一個LR 兩隻角色的話 就是以不儲值來說的話 你有辦法去掃的話 就是 那一個你用 那一個體力去掃 然後拿免費的小恐龍 一天最早是30個 那一個五天 五天的話 五天的話 是150個 加上你本身的角色 角色的話 有的話 我最多目前是 額外拿26個 所以的話就是 反正176 你扣掉120 好像 176 你減掉120 所以的話也剩下56 所以的話 你假如有滿的話 你有些人 26可以 可能可以比我拿26 更多的話 可以拿到30個 你可能就有辦法 配兩個 就是拿120之後 又可以再配個60 把我的話可能就是 現在不剩這一個啦 但是我寧願換上面這一個 對我來說 這一個還比下面那個有用 就是比那個金幣抽 這樣子有用 啊就是 就看我有沒有機會弄啦 因為我體力怪 應該是不 沒辦法 不足 不足以讓我少到120個啦 可能就是我可能 有搭配儲值 他有額外送的情況下 開開看嘛 因為他上面有寫 你掃 你掃副本的話 是拿 他是拿禮盒 啊禮盒的話 上面是寫說 獲得一個 所以他不會說 有機會獲得更高 啊這一個的話 喜歡禮盒禮包的話 剛才我沒介紹到 他開啟80次的時候 就是你最高開80個的時候 他有可以額外獲得一件自選實裝 但是這實裝的話 也都是 算是過氣角色了 所以的話 也是看大家 就是 能開則開 那我會拿的 可能就是 超娜 超娜的部分 因為招罵高 我現在還有在陣子上 當援護嘛 他可能至少也看得到他 所以其他的部分 可能就 不會去換了 因為其他部分 我也都 應該都沒有拿過實裝啦 對啦 好 這一個就是給大家的介紹 加上這一個儲值的話 這一個是拿到兒童節的 一個場景 其實兒童節都已經過那麼久了 4月1號 4月4號吧 兒童節是4月 4月5號 4月5號兒童節 還是4月4號 我忘記了 我看一下 好像不會特地寫 兒童節 我忘記兒童節算是幾號 4月4號是親民 正常 我記得是親民的隔天 4月5號 還是4月3號 反正是4月多 我記得是4月初 兒童節是4月初 還是4月1號是羽人節 啊 反正都已經過那麼久了 你才在出兒童節的東西 兒童節的活動 這是蠻搞笑的啦 好 那今天我對這個小恐龍的活動 這一個 這幾天啊 這五天的活 這一個禮拜的活動 大家的話 有另外 額外的建議 歡迎在底下留言 啊 有什麼想法的話 也可以討論看看 可能說 呃 你想要換什麼 可能就是我幫你分 順便幫你分析說 看值不值得 或是怎樣的話 都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我們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